啊 啊 來在一起 好的 歡迎今天的大來賓 姚淳耀 嗨 大家好 我是姚淳耀 Oh my god 今天算是圓夢的一天 太誇張 沒有 因為你問他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節目在訪談 其實我這個節目很久沒有開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天啊 我到底要訪問誰 然後我想說好 我應該要問到姚淳耀 然後我今天真的 把你邀請來我們節目了 榮幸榮幸 沒有 因為我跟妳講為什麼我會約得到他呢 原因是因為我之前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難親近的人 我那時候在錄影的時候他就說他跟他老婆 在看綜口味 那我說好 那應該可以問了 我就想說好 問他可不可以來錄影 然後就是把他說好 你真的有在看綜口味嗎 我真的有啊 怎麼樣 有有有 真的 真的 我跟我老婆都會看 很讚 好 我們今天就準備了很多小問題 要來問姚淳耀 對 因為我昨天晚上在做功課的時候發現 你有主持過在台灣的故事 對啊 對啊 在台灣的故事 那是你全程用台語嗎 對 馬上破功 我先問你喔 因為我們剛剛在看那個片段 他那個配音是你配的嗎 對對對 全部都是我 你說前面OS也是你配的 蛤 我剛才剛才講說不是欸 沒有 就是比如說什麼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什麼什麼 對啊 我在圓一個夢 圓一個在地精神的夢 全部都是你喔 對啊 然後裡面台語也是我配的 蛤 為什麼好像聲音差很多嗎 我們有主持過外景節目嗎 因為通常那個OS 都會有一個專門配音的角色去念很多台詞 全部都是你 對啊對啊 都是我 但你當時為什麼會想說要接下這份 你台語本身好嗎 台語本身不好 因為我但是家裡都有在講台語 只是我平常沒有在講 小時候吧 那時候27歲 就一直很想要去外景主持試看看 後來他們就邀請我 那我就去主持 你是完全沒有任何覺得 蛤 台語好難喔 會覺得很害怕 但想說 那就是一個機會啊 以前就是想要去試看看 主持看 會不會更有知名度 然後再燒你演戲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是你進演藝圈的 算是第一個比較大的工作嗎 算是 但因為我在主持之間 演了一個電視劇叫 我的自由年代 那時候就是 演蠻紅的 蠻紅的 不好意思這樣講 那時候非常紅 變全亞洲的戲劇 所以你是演完這個才接到 對 接到那個在台灣故事的主持 算是比較主要的 在演藝圈裡面的一個工作這樣 那這個主持多久 大概主持三年半 然後得了 金鐘獎 對 好厲害 那你會怎麼後來就是想說不主持了 因為後來 因為我其實我 一直以來想做的都是演員 但在做主持的時候其實 主持到越來越後面 其實大家都會把你定義成主持人 對 然後就是 在時間上分配也 真的很難說 你想要一邊演戲 然後一邊 做新調節目 因為它就是固定帶狀 每次可能都是 大概兩三天要去拍 對 所以就是時間上沒辦法配合 最後就決定 還是要回到演戲 有多一點時間可以去演戲 如果現在 有一檔節目要找你主持 你會願意接嗎 來啊來計畫 沒有 我真的害怕主持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 其實我蠻害羞的 然後看到很多人其實會 我都會很緊張 然後像這次去主持金鐘獎入圍公佈 對 真的是準備得要死 然後上台還是講錯 因為我每次只要一主持 我真的就是腦袋一片空白 可是我覺得 你行腳節目更難耶 因為你等於要一個人 比如說看什麼地方 或是我點了好幾集 你的那個開頭 你都超級活潑啊 欸 你跟你說這邊 欸 你來個主題嗎 欸 你來個主題嗎 沒有 那你那時候 你是 拚住想說 不行我一定要 長得很hyper 因為我們有一個團隊 他就 大家都是很厲害的 比如說攝影師導演 他們就跟你說 你這邊大概可以講什麼 其實我覺得還是像 演戲一樣 就是 我把那個劇本背起來 欸 給你來個這邊 然後就是介紹這樣 其實這蠻像在表演一個主持人 我覺得那樣是 我可以的 因為我個人認為 星島節目是 所有主持節目最難的 真的嗎 比起比如說我們棚內 因為棚內就是可能 就是玩玩遊戲 或是幹嘛 但是星島節目是 你必須要 用你的講話 然後跟很多陌生人 串聯 那你跟陌生人聊天 會有壓力大嗎 就 如果是只是 短短的大概 瞎哈哈啦 其實我就還可以 但真的 突然進下來然後要聊 就是有點 就是社交障礙 欸但你自己本身 是算悶騷的人 對 所以熟了之後 你就是可以 無限暢聊 對 的類型 應該算是吧 天蠍座 比較笨騷一點 哈哈哈哈 然後因為後來 就開始演很多 很有名的戲 對 那我很好奇 你是北藝大對不對 對對對 你自己在就是 選戲的時候 你有什麼 入戲的 撇步嗎 入戲的撇步 我覺得好像就是 在前期 工作的時候 其實就是 會讓自己去 盡量去做很多功課 比如說一直看劇本啊 或是說找這個角色相關的 比如說這角色會穿什麼衣服 比如說我之前在演 鏡子森林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到 萬華華西街的旅館 去住了大概兩個禮拜 就是讓自己好像可以提前 在一個角色的生活 就跟著他走 有時候有笑 有時候沒笑 真的喔 對啊 就可能你做很多準備 但是到第一天拍的時候 你還是緊張到不行 就你還是會覺得 我現在要做什麼 可能也比較慢熟吧 隨著拍攝 就會慢慢進入狀況 因為我之前就是很喜歡他 是因為他演那個 模仿飯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 天哪 因為我們兩個 其實都是文大戲劇系畢業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 因為其實我們文大戲劇 就是會很害怕北藝的人 會死 沒有 因為當時戲劇系 就是不外乎就是 北藝嘛 台藝 然後不然就是文化 台大 欸台大好像 你把台大看在演 沒有沒有 然後就說 北藝大的演員的 他們的 學的那個體系 是很不一樣的 你有這樣覺得嗎 大一的時候 我們老師都一直 帶我們玩遊戲 欸那你 你記得你北藝 入學的時候 是考什麼誌嗎 就是 因為我以前是 現代詩社 我就表演一首詩 你說高中嗎 對對對 高中就是會念一些現代詩 然後還有表演一個布丁 布丁 因為老師會即興給你考試 他說 他說你現在是表演一個布丁 哈哈哈哈 那你怎麼演 我就說 我是一個布丁 我現在要被吃掉了 啊不要吃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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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那時候有考那個 即興舞蹈嗎 好像 欸 好像有 還是沒有 就是一個 就是學長姐可能在前面 跳 然後我要這樣跟這樣 我沒有考是後來 在表演課的時候會做 就是那種 他就會放 四個小時的音樂 然後大家就一直跳 一直跳 那你那時候你是考什麼 我們是考 我們也是抽劇本演戲 我好像就是演什麼 兔子跟螳螂打架 很難 那你怎麼演 然後我就這樣 反正我忘了怎麼演 然後反正後來他叫我演一個烏龜 然後我就這樣 就趴那邊 然後就說好有一個什麼 什麼誰來敲你的頭 然後我就這樣 這樣說 這樣說進去 然後我就入選了 但你演技很好欸 有嗎 有啊 我看你都是來真的 你的MV 好有 而且都條帥哥 但你會想來演嗎 我怕我沒有親約演得那麼好 可是我很想找你演欸 真的喔 你OK嗎 我OK啊 確定 確定喔 來我們先打個喔 反正你之後再繼續我也OK 你的MV難度很高欸 哪會啊 因為你都是那個欸 真感情欸 你那個房客也那麼好 因為我很想挖掘出你 到底怎麼演戲可以演得這麼厲害 你模仿嗎 因為你模仿是演兩個角色嘛 就是好人跟壞人都要演 對啊 那這個角色難度是 你目前覺得比較難的嗎 對啊 我覺得是很有 就是我覺得是很難的 很有挑戰 因為一開始會想像不到說 他可以是什麼樣子 好壞的拿捏要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跟 我願意哪個比較難 這兩個都很難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願意也覺得 天啊超難演的 你有看 我有看 那我覺得你很厲害 謝謝 哪一個比較難 這兩個都很難 但因為可能我願意是我先碰到一個 就是他像是反社會人格 所以那時候會覺得 哇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演 但因為後來陳和平 模仿辦那個角色 他也是一個反社會人格 所以實際上前面就有做過 類似的角色的功課 那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可以先理解一下 這樣子的角色 他可能會在想什麼 那你反社會人格當時 第一次接到 你是用什麼方式去揣摩他 就是我看很多書啊 紀錄片 就是像很多教主的紀錄片 那還有那個 就是在講反社會人格的書 然後就是去想想說 他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可能從各個紀錄片 抓一點他的樣子出來 那你自己在演的時候 你會 譬如說好 我這段時間演反社會人格 所以我這段時間 可能跟朋友相聚 或是跟老婆相聚的時候 我就是會是那個性格 還是你可以真的是 一咖 我回來囉 因為我在我願意的時候 會比較 想要在全程都是 保持那個狀態 因為我覺得那個 不知道怎麼辦得到 我覺得我在模仿反社會 其實就是 上戲就是那樣 然後下戲就是 回到自己 所以你目前還沒有遇過說什麼 有些角色我走不太出來 目前還沒有 我覺得可能 就是每個演員個性 不太一樣 我覺得我好像是 就是還是得 切換一下 不然好像一直在那個狀態 好像會 自己會覺得很累 或是做不出來那個差別 因為我們之前好像也有訪問說 有些人是 走不出那個角色 對阿 但我也想說 搞不好 之後遇到什麼樣的角色 可以再用這種 走不出角色的方法 全力給它 拚進去 這樣子 好那你現在有沒有想說 還有什麼類型的角色 你還想要挑戰 因為目前你在我們的認知裡 好像什麼都能演欸 真的 謝謝 會不會太讚美你 今天來會太讚美你 太讚美 你有沒有還有什麼想要演的 其實我 我真的都沒有去 想到說 到底還可以 演什麼 因為其實真的都是 當角色來找你的時候 就是去做好他 也都會一直在期待吧 期待說自己可以遇到 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現在 越來越多元 很多角色是 沒有想過 像之前也沒有想過說 會有 教主的角色 或是像 主播但同時又是 殺人犯的角色 對啊 我覺得好像沒有 太去想說 可以期望演什麼角色 但你有發現就是 你現在幾部戲出來之後 來找你的角色的類型 有一個框架嗎 因為像我之後 也是會有喜劇 但 現在可能也會有一些 反派的角色 但其實反派 現在他有不太一樣的反派 後面就會有出現了嗎 要開拍 所以就 哇 多多期待 好還有一題 我很想問 就是因為很多人說 你講得很像 水血之吧 對 你自己會有困擾嗎 我自己 其實不會 因為我從高中的時候 就被說嗎 所以大概已經有20年了 對啊 真的假的 只是我一開始會很 大家很常講我會怕說 會不會對鞋子哥不好意思 但因為後來 鞋子哥有找我去上他的節目 菩薩的頻道 對 我就覺得 真的很像多了一個科哥 對 因為我後來發現 好像你有去一個 拍了一個YouTube的頻道 然後 那個人也說很像你 嗯 中加坡 好像是 就好像大家都可以跟你長得蠻像 因為我在台灣有一個 我們這個血脈 其實 沒有很多人 因為我常常會 可能就有一個說 我覺得我跟你長得很像 我一樣 真的也還好吧 就是你 你開始走入戲劇圈的時候 你的家人是 全部支持你走這一行嗎 沒有耶 就一開始我媽就是很反對 因為我是從高中 就結束表演 然後我後來去念戲劇系 然後我媽聽到我考上戲劇 她就 哭了 因為我媽以前中午都會幫我送便當 騎到我們學校 然後幫我帶便當 然後那天她在校門口 要拿便當給我說 我媽我考上戲劇系了 我媽真的是當場這樣 啪啊 我那時候很 就是會覺得 欸怎麼會這樣 我明明是一個 自己很開心的事情 我媽好像很難過 但你媽有本來想說 希望你去讀 什麼類型的 是希望可以讀 什麼法商 學院 對啊 就文法商 那後來你在念戲劇系的過程 你媽都沒有支持 她就很希望我去 當老師 當老師也很困難 當老師 那個 也要揪教育學成什麼 那真的也不簡單 這樣後來到現在 媽媽現在支持了嗎 現在 她也沒辦法 人生已經過一半 反正該得獎都得了 媽媽 演得很厲害欸 對啊 那你中間有想說 中間沒有戲劇的時候 你有曾經想說 算了 放棄好了 對啊 我覺得在 一開始的那個 頭五年吧 自己給自己兩年的時間 我覺得 才兩年 你給自己很短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 CG這種 當演員真的太不穩定了 要你就 趕快離開 這兩年之後 你覺得 為什麼我都 一點起色都沒有 那是不是再兩年 然後就這樣 再兩年 再兩年 然後就一直演下去 每次當你覺得好像 都沒有人 找你演戲的時候 可能又會突然有一個 戲 找你 然後不管是大的角色 還是小的角色 就是會有戲演 就是你沒有完全 說認真 真的中斷過 因為沒有角色的話 那時候還是可以去做母后 對啊 所以就還是都一直在做 跟戲劇相關 然後你是認真 覺得到 我自有年代才覺得 欸 對 真的 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以前是 Facebook的粉絲演 那時候還沒有Instagram 好早以前 好早以前 OK 好 好 那我記得我以前 粉絲都是 300多 好 但演完自有年代 有粉絲這樣 大概大概十萬吧 蛤 我就覺得 哇那時候真的是 會覺得 欸這開始有很多 粉絲這樣 那時候才覺得 好像 有有開始 有開始好像可以 事業稍微有點上軌道 這樣 那後面就 就是一直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就你以為 上軌道 等一下好 你後面還有這樣嗎 有啊有啊 有 到我後來主持之後 有戲劇 然後又有主持 但主持就想說 再回去做演員 結果發現 欸其實大家都覺得你是主持人 大家忘了你是演員 欸真的會有這個斷層 對啊對啊 所以就也是有半年一年 就是沒有工作 你想說 哇怎麼辦 我是不是做錯決定 我是不是要再回去主持 對啊 就還是會有這種想法 對啊 所以你過了大概半年之後 好 又有戲來找你演了 對對對 然後就覺得 OK好 不要再走 走別條路 就 那時候 你現在不要再主持了 好害怕 你再主持了 好害怕 那時候也是就且戰且走 就覺得 有一個角色 那就再繼續演下去 對啊 欸好 因為這次他剛好入圍 金馬獎的男主角 金鐘獎 金鐘獎 對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好我自己私心 就是希望他得獎 然後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好你得完獎 我再來訪問你 結果沒有得獎了 但是沒關係 我還是覺得他也很好 你有沒有自己想說要取消防衛 不會啊 我還覺得 可惡 欸我好奇 你當下在下面的那個心情 是覺得怎麼樣 當下是覺得 唉呦 好像自己可以上台 就發現 是你 然後再恭喜 希望你之後 好不好可以真的得獎 我們再來訪你一次 OK 反正今天就是聊了很多姚淳耀的故事 希望你們可以多多認識姚淳耀 謝謝 謝謝 謝謝